各位亲亲的股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来到老股民解盘的节目 今天我们将会争对上一周股市的情况呢,给大家做一定的梳理和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日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我们叫做随机应变,以不变呢应万变 股市呢,其实每个人都想去预测它 但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我们老股民解盘每一天或是每一周的节目 我们都是根据成交量啊,还有市场的图形啊 还有市场的当前的状态啊,去给大家去分析 但是整体的大趋势呢,是否发生改变 这个我们会下一个定论 比如说我们一直看股市会下跌 而且下跌的位置呢,大概会到2300点附近 那这个观点或者说这一个方向 我们是设定了条件的 当这个条件没有发生改变 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改变这个初衷和方向和目标 但是股市什么时候能够跌到2300点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条件你可以去设,目标你没有办法预测 所以要根据实际的盘变呢 做到随机应变 就像我们交易个股一样,也是的 哎,这股票现在不涨 是吧,那它不涨 你买进去的理由和条件出发没有 如果理由和条件是没有触发的 好,那这股票那就让它不涨了 就一直跌了 但是如果说这股票的理由和条件已经触发了 你就买进去 买进去以后 你退出这个股票的条件和理由触发没有 而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条件和理由 我怎么去设定 就非常简单 我们看到目前大家都学习过非常非常多的交易技术 非常多的分析方法 什么均线,MACD,K线,波浪,布林黛 道士理论等等 每一个都学过 那你学过以后在里面提取一些精华 这些精华 你确认一个条件去筛选做你这个股票 那很多时候我其实一直有用这个方法 但为什么我依然买不好股票呢 其实非常大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想买更好的股票 打比方 比如说现在有的股票翻了两倍一倍 那你心里想说 我没我什么时候能够抓到这样一个好股票啊 我什么时候能够买到这类股票啊 那这样的话 你起初所设定的条件 或是你的方法 是没办法去去到那个高度 好像一倍两倍的股票 其实跟你是无缘的 因为你所设定的条件 你所设定的方向方案 他只能抓到五个点 或说八个点十个点的股票 因此当你的条件能够为你持续带来盈利的时候 我们就不建议是好高物源 比如说这一段行情是吧 长得很好 但是我的方法呢 是只能抓十个点的 根据目标 根据条件 我顺利的抓到了十个点 那你就投入到下一个股票 下一个条件里面 继续去触发它 继续去做 坚守自己 是股市里面最难的一个点 可能比如说啊 我想学很多方法 学很多技术 其实你要明白一个点 只要你愿意花时间 只要你愿意花精力 在目前市面上所流行的所有交易技术 没有哪一项是你学不会的 所有你都能够学会 但学会以后能够坚持用的 能够坚持去深挖探索的 我觉得说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啊 你看均线啊 看多多排列 或者说均线出现这种那种信号 以后就会长的 那好 就好像觉得说 哎 草果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我就去按照一个条件去买就好了 但是一次两次 这个条件发生的变化 它为什么发生变化 怎么发生变化的 发生变化的时候 你的动作是什么 你的计划是什么 你又没有去执行它 以后怎么去避免这一些条件 这一些方法 这一些不利的情况出现 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你有没有在这一方面去花时间去补课 把它弥补回来 那这件事情 我发现很多谷友是没有去做的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会觉得炒股特别的难 而且我们经常会想着每一天都想去买股票 那这也是不对的 所以呢 股市随时在变 任何观点不能够长远 但是我们只要坚守相关的条件 坚守相关的框架 那这件事情 它就一定能够持续的推进进去 是一个道理的 对吧 你把炒股看成是盖一栋楼 该挖地基的时候挖地基 是吧 地基挖好了 这个条件已经触发了 那你就盖砖 盖完砖以后 该干嘛 该干嘛 那这样一步步来 楼总是会盖好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股市的情况 关于这一些心态的交流 我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打开今天这个股市 那么最近有些板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就涨得非常好 那我们就聊一聊 这类板块我错过了 我要怎么去做 那比如说今天我们打个童话顺啊 就有推荐新股吃新股 轻鸟料电池超导 这三个板块呢 是不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不错 我们看到特别是轻鸟料电池 已经有一大波股票是涨了起来 那如果说哇 这些股票已经有翻倍的 又涨得很好的 哎呀 太可惜了 错过了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的 我们首先要明确 这个板块呢 能否延续 你说你错过了鱼头 对吧 那接下来你要去讨论 或者去思考 鱼身会在什么位置发生 你错过了鱼身 你会去想鱼尾这个点 在什么条件会触发 我怎么去吃这个鱼身 而不是说啊 我错过了 什么这个位置又敢 太高了 我不敢买啊 有点下来又觉得说 已经涨完了 会怎么样 那这种的话就根本对于炒股 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轻鸟料电池 这个板块 那这个板块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成交量是出现非常大的上涨 我们把这个图缩小 你看到没有 成交量是创出了轻鸟料电池 这一轮啊 就是说这个概念提出到现在 最大的量 在这个市场里面 一个板块 它的成交量冲到了最高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整个板块 是不是在吸引资金 我不管这个板块 成交量里面 有多少是买进 有多少是卖出 但是它的成交量只要起来 说明这个板块在吸引资金 那么一旦吸引资金 很多个股 你觉得它现在涨10块钱很高吗 不会的 后期有可能涨了30块钱 40块钱 甚至50块钱 你觉得高不高 回头去看 它就不高了 所以这个板块 首先在资金方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这个板块就说明 我鱼头这方面肯定是错过了 那我们下一步就要去 举机鱼身这个位置 所以轻较了电池这个板块 我个人也会把它加入到 自旋板块 甚至是加入到 自旋骨里面 那好 有了这个条件以后 我们就设定说 这个板块 我应该出发什么条件去买入呢 一个板块洗盘 是融合了十几二十股票 体量是非常大的 在这么大的体量里面 说明有很好的交易机会 因此 既然电池量能持续放大的时候 说明什么 说明市场的博弈非常的激烈 有的筹码要出了 洗盘呢 动作来了 但是一味的上涨 只会让市场不断的去觉得说 这个机会特别的好 是吧 很多跟风马会起来 但是跟到一段的时候 是必然而然要洗盘 因为你的目标是三十四十的话 现在十块钱 洗盘依然是来得及的 这是一个庄家的思维 因此这一个板块 我们觉得说 这个成交量 你要关注它 什么时候形成一个拐点 比如说它持续放大 突然间开始往下说的时候 说明这一部分 这个整个板块 这个筹码的争夺 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的激烈程度在减弱 说明胜者已出 那么胜者已出呢 它需要修整 需要继续用打压的方式呢 去夺取更好的筹码 因为败者已经成败局 那么稍微动一动手段呢 它很容易就把筹码抛出去 因此这一部分板块 我们老股民解盘觉得说 你以后一定要关注它 就像前期的白马股一样 是吧 它涨了一波 难道就不能再买了吗 像券商板块涨了一波 难道就不能再买了吗 创投板块涨了一波 难道就不能再买了吗 它的趋势在 它的市场吸引力在 就可以持续去关注它 好 现在轻较量电池 我们觉得说 后期一定要关注 成交量放大以后 出现的拐点 如果说它能出现一个 成交量非常典型的 正态分布的这种价格 成交量往下跌的状态的时候 在底部的时候 你要坚定去买入进它 那至于时间周期 等等一些细节 大家可以在后期 慢慢去做一个探索 但是关注已成 好 那这是一个关于板块的讨论 我们下面就简单讲一下 这个盘面就好了 因为我们在老股民公众号里面 已经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我们已经把下一周 板块大盘趋势等等 给大家讲了一遍 那我们这里要讲一个点 就是关于外汇 就是人民币的一个价格走势 听过我们老股民解盘的 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 老股民解盘的对于人民币 这个贬值和升值 给大家提的非常多 我们曾经讲过 人民币如果说保持在七附近 股市想涨 四笔登天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人民币 我们看到 因为人民币到七的时候 对于国内的企业 在我们现在世界贸易 比较频繁活跃的情况之下 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 已经对企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要严格分析一下 人民币到当前这个价格 它会不会继续涨呢 我们看这个月线图 月线图里面呢 我们看到 人民币的汇率啊 在当前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区 对吧 高位震荡区 也是顶部的已经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顶部信号 所以人民币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未来回到6.9以上 或者说6.9以上的这个区间呢 已经非常的难 非常难 而继续往下呢 根据当前的趋势 周线去看 依然有一个下坡的要求 所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到这个底部去 对于股市而言 未来股市 它会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底部震荡整理 那这个时候呢 会有很多板块轮动 很多的交易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 在这里面可以放心的去 去做一个短期的买入 曾经我们讲过 大盘的震荡调整的会有6周 那么现在过了几周 现在最少剩下还有3到4周是安全期 那在这种调整的周期里面 你就第一期高抛 第一期高抛 去做自己能够赚到的利润就可以了 但一旦大盘有个探底 是吧 到达支撑位 到达我们所分析的关键支撑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以大胆的考虑说 股市是不是流失要来了 但是当前呢我们是不能考虑这个事情的 我们要觉得说 现在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稳定期 阶段性的稳定期 你就可以在稳定的时候安心的去做 而人民币汇率我们觉得说 未来会在6.6以上 6.9以下这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大概率的震荡和整理 继续往下破的概率不是特别的高 因为现在的条件是不允许它继续往下破的 所以保持一个大区间的震荡 对股市而言啊 他不怎么敢说我要暴涨上去 但是也不敢怎么大跌下去 所以维持一个区间横盘震荡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两难的境地 选择观望 对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人民币汇率 希望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那么关于下一周详细的具体的一个操作 希望大家可以到老股民公众号去看相关的文章 感谢大家 我们下一周不见不散